二战十日军军官军服上那根黄色兽带可不是装饰,而是又特别意义摘要。 第二,从二战的历史照片中,经过可以看到日军军官军服上,从肩头到胸弦,总有一根黄色的兽带。 这根兽带可不是装饰,而是有着特别的意思,究竟到底表示什么? 不一,日军军官军服上的兽带表示什么? 相信,看过二战历史照片和二战题材影视剧的朋友, 肯定都会发现,日军军官的军服上,从肩头到胸弦,总有一根黄色的兽带,和其他国家军服上的兽带不同。 这不是装饰,而是有着特别的意思。 那么这根兽带到底表示什么? 日军军官军服上的兽带正式名称是氏序,兽带只是俗称, 而且并不是所有军官都有氏序,只有两种军官才有。 一种是将级军官,另一种则是参谋军官,所以氏序也就有两种,将官氏序和参谋氏序。 将官氏序是黄色的三股三锦金丝编织而成,只有再穿着礼服时才会佩戴。 平常的厂服是不佩戴的,所以将官氏序除了重大活动,平时是很难看到的。 参谋氏序则是六股六锦金丝编织而成,颜色比将官氏序要浅一些,而且不论礼服还是长服,都可以佩戴。 所以在历史照片上,看到的大都是参谋氏序。 图二,将军长服没有氏序,倒是参谋长服上就有氏序将官佩戴氏序自然,是为了显示高级军官的地位和权威,很好理解。 那么参谋为什么也会有独特的表示参谋身份的适序? 因为在日军中,参谋的地位相当特殊。 当时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,并赋予军令长官为我上奏权。 就是说军队平时的日常工作管理,由隶属于政府部门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管理,但是军队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制定,训练大纲,命令的下达等都要由参谋从长陆军和军令部长海军负责,并且直接向天皇负责。 因此日本的参谋实际上就成了军队的决策指挥者,所以当年在整个日本军队中,参谋是非常牛的,甚至一个将军都会对佩戴参谋事序的少佐非常客气,彬彬有礼,而且这种情况在等级观念森严分明的日军中居然是习以为常的。 图三,日军的参谋事序所以,在日军中就出现了很奇葩的情况,部队主观管不了参谋,参谋长也管不了参谋,只有高级参谋海军叫先任参谋,也就是自立最深的参谋,或者是主任参谋,才能管得了那些牛气红红的参谋。 于是后,与他作战或者准备时候,作战计划从战略到战术,都是各级参谋在捣鼓了。 不过不能说,日军的各级部队,长就成了笼子耳朵百事了,虽然他们还是可以批准或者否决参谋提出的方案,但是就算他们否决了,接下来还是这些参谋们去捣鼓新的方案。 最厉害的是,上级机关的方案,这些部队主观是不可以否决的,而来传达上级作战方案的是谁,还是上级单位的参谋。 而且在那个时代当,上参谋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首先必须是陆军士官学校,海军则是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毕业后, 而且毕业成绩还要在前20%,再到基层部队服役锻炼,然后经高级军官推荐,考进陆军大学或者海军大学,只有陆军大学或海军大学的毕业生,才有资格成为参谋。 图四,参谋都是日本军队中的佼佼者,在陆军大学毕业时的前六名,会得到天皇御刺军刀的特殊荣誉,所以被称为军刀组,如果是军刀组,那就更不得了。 一般来说,参谋尤其是高级统帅机关的参谋,基本上都是军刀组出身,至于有说什么,中国的蒋白礼也得到过天皇御刺军刀,那就是瞎扯了,因为蒋白礼只是士官学校毕业, 就算是士官学校的前三名也只有天皇御刺吟怀表,而不是军刀,何况士官学校里外籍学生,本来就是和日本学生分开计算成绩,根本不可能抢了日本优等毕业生的吟怀表,就更别说,什么军刀了? 日军为了培养未来的高级军官,能够了解和熟悉不同的战场环境和国外情况,经常把有培养前途军官派到国外当驻外武官,例如钢村宁寺,东条英基和山本五十六,等曾经当过驻外武官,必须要承认,日军参谋的业务水平,确实是相当的高, 在太平洋战争准备前夕,面对着浩瀚的南中国海,日军要跨洋作战进攻并占领东南亚,在当时的交通,物资保障,卫生检疫和通信情况下,日军最著名的参谋之一的时正信写了一本,看了就能打赢的小册子,基本上将所有的问题解决了,使日军五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南亚全景, 所以日军在二战初期的优势很大,一部分是参谋的功劳,图五,日军最著名的参谋时正信,他就佩戴着参谋时序,这些参谋在日本军队中,可以说是相当厉害的角色,他们都是陆军,海军中的小小者,所以日军中流行一句话十年人士, 也就是说,只要是陆军大学或者海军大学毕业的人,经过十年肯定能晋升到大作,而此时他们也就四十岁左右,再进一步得到将军的将星,也就指日可待了,如果是将军,同时又是参谋,那么他在军服上会佩戴什么事序? 答案是非常明确的,一定是参谋事序,由此可见,在日军中参谋事序,可要比将军事序还是牛,图六,日文海军军令部长永也修身海军大将,他就佩戴着参谋事序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